好好 今集发起来了 送我们两个这么大的楼梁 老板娘真大了 知道你喜欢吃给你搭上来两个了 这么大的楼梁今天拿来诺续吃一下 还有一个放在那里妈妈吃 今集上是高兴了 你跟这么大的楼梁 那你说了 今集高兴 这点今集叫西 老师 哎 我们家挺废奇的 跟上餐午去吃一吃 是啊 后来我们去养了鸡都不够吃的 我先云云你闻到香味了没有 这个楼梁好酥啊 我闻到一股津甜的味道 那你还是鼻子够 哈哈 那能闻到了 就把楼梁拿接一下 不是啊 嗯 这个冬季是不是要放花椒和红枣 那你去柜子里面拿一下 好 加点红枣更滋不得 对你有好处的 花椒来不及靠了 有红枣做好了 我知道有好处 对你也有好处 是的 现在拿去煮 哎呀 老师 哎 打开锅来吃榴梿 过来喽 哇 现在可以吃的爽喽 喜欢吃就吃个大的 嗯 你看 我这么快吃了一大会儿 嗯 我先一起下手搞一下炸料 老师 哎 这个配料是 放那个大蒜 小米姜 香菜 柠檬 你还要放什么 要 还有这个酱油堆也要放一下呗 哦 那好 老师 哎 你们老家会不会做这种赞料不得 我也是嫁给你 都知道了呗 那又被你学习了呗 那你一年都学习了 哦 我还以为我妈妈结婚之前就学习了 哇 杆杆的 煮的差不多了 咱们去放一点盐 再放两罐楼莲 我先云云拿下罐子 来来来来 快吃快吃 哇 好香啊 哇 快点吃 嗯 嗯 这个食材话说的就是八十的半 这是绝对人的饮食啊 一举绝子喊起绝子 那也是楼莲煲鸡啊 绝赞加绝 哇 这个楼莲好吃不腻 难难的 好贴心 师傅 天生还是楼莲贴心呗 好 来啦 谁就给你咬一个 我自己咬耶 你就对自己老师又犯过了